价值一只劳力士的晚餐长什么样 这对情侣花了大价钱来这家餐馆吃饭 但第一道菜就让他们开了大眼 竹竹竹竹竹把面粉和水混在一起 就端上了这道五颜六色的菜 这是道由各种颜色的植物做成的菜 分量少是为了提醒大家节约粮食 所有客人都觉得自己被耍了 但泰勒吃得津津有味 第二道菜更诡异 是一小份烤熟的鸡腿肉加玉米饼 乍看之下很正常 可仔细看 玉米饼上烙着各种图案 比如这三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板 他们的玉米饼上烙着他们偷税漏税的证据 再比如这个富豪老头的玉米饼上 烙着他撕毁年轻女孩的照片 没错 每个人的玉米饼上都烙着他们犯过的错 被这么一搞所有人都没了胃口 只有泰勒依旧一个劲的往嘴里炫 毕竟这顿饭的价格值一只劳力士啊 而第三道菜堪称恐怖 主厨给菜起名为混乱 他让人在地板上铺白布 上面放满迷迭香 随后副主厨登场 他鞠了一躬 突然吞枪自杀 效果立竿见影 餐厅内果然一片混乱 服务员们赶紧上菜 可除了泰勒 谁还要心情吃饭 所有人都想跑 然而餐厅早就被封死 主厨终于暴露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他要杀光这里的所有人 比如这个演员 有次主厨连续工作了好几个月 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 结果那天看了这个演员演的戏 烂到无以复加 直接毁了他难得的休息日 再比如这演员的女伴 是搞学生贷款的 更该死 这里的人都因为各种原因 让主厨起了杀心 除了泰勒 他是明知道来这里会死 但还是来了 因为他真的太想吃这里的菜了 这家餐厅在一座 与世隔绝的小岛上 没人逃得出去 晚宴继续进行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